您從右手邊那邊是不是可以下載這個 對不對 那你在執行的時候他會告訴你說 你有少兩個微軟的元件喔 因為這個有的電腦已經有裝有的沒有裝 不過我想我這台沒有可能你們的也沒有 那他會說有一個64什麼什麼64 有一個什麼X86對不對 S86 這兩個都要下載 那你可以從暗示他會打開一個網頁下載也可以 或者是您到這邊來 我剛有把在訊息裡面你就從任務裡面回到訊息 有沒有看到這有連結 我把它放在雲端硬碟上的 你把它點一下 有一個壓縮檔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一下解壓縮裡面就有那兩個 你看我這樣把它按下載 好這個等一下沒關係那我這邊已經 已經有了我給您先看一下 有有有 這裡已經在下載中了 有沒有知道是不是下載下來了 那麼下載下來您可以直接把它解壓縮 或者你打開這樣也可以啦 點開他有沒有兩個 你就把它安裝起來 像我在這邊我已經解開來了 我把它安裝起來 就一個64跟這個 我就把它 兩個都安裝 你同意一下 安裝 一下子就好了 好但是兩個都要 這兩個 同意 安裝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先for 你重新再執行一下我們剛那個安裝的程式 這個 下載之後 我同意 有沒有都我同意 我同意的 反正 大家都會嗎 那這樣子應該就可以順利安裝完成 可以順利安裝 不用擔心 安裝過程英文 軟體是中文的 打開之後就是中文的 那我就 給各位稍微先安裝一下 裝完之後呢 他會在這個桌面上 會產生一個 圖示 實際上他 OBS安裝完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32位元的版本 一個是64位元的版本 但是我有發現有些電腦64位元不能執行 就是只能用32位元 好所以如果像你 你看我這邊已經安裝完了 有沒有 你就按個finish 我這邊是舊版本 沒有關係 你們下載的應該是 19的版本 應該19我這邊是18 有沒有他告訴我這邊有新的版本 我的就略過就好 沒關係 我就按 略過這個版本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我們這台電腦64位元的OK 64位元OK 萬一如果 你的電腦 回去之後 奇怪 執行的不行 請看這邊 請看一下這裡 這個小技巧稍微留下 因為預設他有產生一個捷徑 可是這捷徑是64位元的 那如果你真的 像我的電腦 我就發現 我的不能執行 我要用32 所以你找這個 城市集裡面 你看我們找一下OBS 有沒有注意到有32跟64 對不對 如果萬一你不能執行 你就找32位元 這樣了解嗎 桌面上那個就不要了 就從這邊來找 這樣就可以順利 安裝成功 OK 給大家稍微 安裝一下 安裝一下 進行